我人都麻了 女儿不是自己亲生的 母亲知道后却瘫倒在了医生 而老婆唐丽娜一家人早就不见踪影了 同时还卷走了我父母的所有积蓄五千块钱 半年后一生要强的父亲也愉悦而终 父亲临终前 拉着陈阳的手虚弱说道 儿子 记住爸的话 不能放过唐丽娜 最后 我靠一己之力成为了古董圈里的顶级大佬 虽然坐拥千亿资产 但只有这一件事让我后果终生 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哪怕不惜舍弃所有财产 我也一定要让唐丽娜一家付出代价 伴随着一阵头疼 陈阳费力睁开眼睛 看了看四周 瞬间呆住了 没有躺在自己奢侈的大床上 身下是破旧的铁床 屋内没有了富丽堂皇的装修 换成了几十年前的老实大摆 天花板上挂着一盏老旧巫丝灯泡 灯泡上方有一个蓝色的灯罩 罗姨 两千元钱 外加彩电 冰箱 录音机 还有一块锡铁城手表 你家这是给了添加彩礼呀 可不是吗 就这么大的彩礼 人家父母还要求姑娘怀孕后 要过来跟姑娘一起住 说是要照顾姑娘 你说到时候他们家人过来 我跟你陈叔去哪里住 什么 怎么还有这要求呀 唐丽娜 结婚 陈阳看到写字台上的日语 随即柴手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疼 真疼 这才发现自己穿越回了1993年 唐丽娜 自己上一世的气氛 想到这个名字 陈阳瞳孔瞬间 冒出一船怒哭 陈阳走下床 嘴角冷笑了一下 这一世 我要你旁边那好看 打开房门 何必大屋内 父亲陈国华正皱着眉头 坐在沙发上抽烟 母亲坐在旁边的大床上 哀声叹气 一名和陈阳年纪相反的女子 脸颊微胖 扑闪的大眼睛 嘴角露出阳光般的笑容 正看着自己 方子威见到陈阳走过来 笑着跟自己打着招呼 再次见到昔日的红颜知己 陈阳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姿态 轻轻地抚摸了下方子威的脑袋 坐在了他的旁边 看着一脸愁容的父亲 爸 妈 你们先不用愁 一会我去找唐丽娜他们家谈谈 轮得到你吗 陈国华白了一眼陈阳 你是准备拿棍子跟人家谈 还是拿铁锹跟人家谈 儿子 听妈的 母亲罗云也开口劝陈阳 你下岗了 你爸虽然还在电子局 但现在什么情况你心里应该清楚 咱们家不比从前了 你结婚娶了媳妇 我和你爸也就放心了 你懂点事 知道不 陈阳出生在1970年 父亲陈国华是江城电子局 公销出的处长 在那个买电视机 录音机一票难求的领带 手握着一个城市家电 亨配任务的父亲 是江城最风光的人 每天登门拜访的人落叶不绝 家庭的优越感 加上陈阳从小就调皮捣蛋 成为了家属院里的孩子 到了高中时候 随着经济改革开发 买家电也逐渐不用求人了 陈家也没了网约的风光 高中毕业后 陈阳去了父亲单位上班 工作不到两年 陈阳下岗 当时还不叫下岗 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 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等等 虽然叫法不同 但中心思想就赢 厂子没火 自然就没有钱 没钱就要裁人 看着为自己婚事操心的父亲 陈阳心里五味杂陈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自己 也不至于把好好的一个家伙 想到这里 陈阳平复了一下心情 愧疚的看向母亲 妈 你放心 我跟唐丽娜都要结婚了 能胡闹吗 我跟紫薇一起去 绝不胡来 紫薇 一会儿陪我去趟唐丽娜家 啊 方紫薇愣了一下 随即冲着陈阳母亲点头 罗姨 你放心 我跟唐丽娜是闺蜜 还能帮着说说话 陈阳和方紫薇家住前后 比方紫薇大一岁 两人从小玩到大 小时候方紫薇家人忙碌的时候 她就在陈阳家里吃饭 睡觉 两个孩子就像亲兄妹一样 所以两人都心照不宣 其实心里一直喜欢对方 如果不是唐丽娜 还不会引发后面的事 母亲犹豫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看看陈阳说道 儿子 去了好好跟人家说 好好说 我好好说 他个大言 陈阳侧头看向方紫薇 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陈阳和方紫薇 骑着自行车一前一后 向唐丽娜家驶去 两人都没有说话 方紫薇看着陈阳的背影 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唐丽娜家住的是跑步区 两人将自行车停在了胡同外面 顺着胡同口走进去 七拐八绕 两人就来到了唐丽娜家前 到了唐丽娜家门口 方紫薇拉住陈阳说道 哥 一会你好好说 收起你的臭脾气 点点头 进去之后 你不用说话 敲开大门 开门的正是唐丽娜 身材高挑 线条优美 却难以遮掩那一只手握不住的部位 你们怎么过来了 唐丽娜诧意问道 方紫薇跨着唐丽娜的手臂 调笑着说道 来看看我未来的嫂子 不行吗 去你的 唐丽娜脸上红了一下 抬手打了方紫薇手臂一下 之后招呼两人进院 爸 妈 陈阳来了 走进屋内 一位中年妇女笑着迎出来 三角眼放着金光 笑起来脸上的肉衣颤颤一颤 唐丽娜的母亲 张彩蝶 张彩蝶招呼两人进屋 唐丽娜的父亲庞见 见到陈阳进来 露出谄媚的笑容 双手递上香烟 方紫薇扫了狭小的房间一眼 陈阳率先开口 阿姨 我是来退婚的 众人都愣了一下 搞不懂这是问 阿姨 我是来退婚的 众人一听 瞬间愣在原地 几秒钟之后 唐丽娜愤怒问道 哼 陈阳你什么意思 当然是字面的意思 怎么 听不懂人话 需要我给你重复一遍吗 陈阳悠闲得东张西望 脸上毫不在意的表情 哥 你好好说 方紫薇拉了陈阳一下 随后对着唐丽娜说道 你们家后来追加的那个条件 碍于方紫薇和唐丽娜的关系 陈阳并不想因为自己的事 连累到方紫薇家 随后走到方紫薇面前说道 你们家先提出了彩礼两千元 我们家同意了 后来又让我们家买彩电 冰箱 洗衣机 给你弟弟结婚用 我们家也同意了 陈阳白了一眼 唐丽娜愤怒说道 现在又提出 婚后你父母要去我家照顾你 那我父母住哪里 去睡大街吗 看到陈阳有些生气 唐丽娜自知理亏的没在说话 张彩蝶反倒是冷笑了一声 拉着自己闺女的手说道 我们家妈妈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材有身材 在国企沙场上班 一个月可是能拿到三百多元的工夫呢 完全可以找个干部子弟了 张彩蝶得意地夸赞着自己的闺女 随即白了一眼陈阳 你呢 平心留职 待在家里没事做 你父亲说好听点 是个处长 那往南听了说就是个光感司令 你当还是从前的电子局处长呢 说到这里 张彩蝶得意地把声音提高了吧 我们能把闺女嫁给你 是你们家祖坟冒清烟了 就这点要求都便宜你家了呢 这倒好 你们家还不乐意了 看着张彩蝶趾高气扬的样子 陈阳冷笑一下 心中默默想到 别看沙场现在工作不错 再过三年 沙场大解体的时候 你们全家都得下岗 到时候恐怕连窟都找不到地方 想到这里 陈阳一脸高兴的模样说道 阿姨 既然娜娜这么优秀 你就让她找个干部子弟 我退出 你们家把两千块彩礼 彩电 冰箱 洗衣机 手表都退给我们家 这时 站在一旁的唐剑说话 闭上你的臭嘴 门也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家非但不退彩礼 赢老陈家还得赔偿我们 看着跟自己瞪眼的唐剑 陈阳毫不畏惧地质问道 赔偿你们 凭什么 这种人家真是李的娘 要是说彩礼不退 还说得过去 现在竟然还向自己要赔偿 这一家人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你说凭什么 唐剑愤怒说道 我闺女白和你处三年的对象 衣服穿三年还有磨损呢 磨损费 陈阳嘴角坏笑一下 连忙说道 我跟唐丽娜是处了三年 可咱要讲清楚 三年内我们也就是牵牵手 拥抱拥抱 亲嘴都是有数的 哪里来的磨损费 陈阳此话一出 屋内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显然没有听出陈阳说的是什么意思 片刻之后 张彩蝶率先反应过来 朝着陈阳吐了一口 我呸 你想得到美 陈阳一脸嫌弃的看向我 张彩蝶继续说道 我告诉你陈阳 我闺女可不能白跟你处三年的对象 你要是退婚 必须赔偿我们 还有 娜娜的结婚消息 我们都已经告诉了亲朋好友了 现在你退婚 我们家的脸面往哪里放 想退婚 行 说到这里 张彩蝶笑了一下 说道 彩礼不退 再给我们家拿一万元 算是赔偿我们家的损失 一万元 陈阳听完 火气蹭的就窜了出来 怒视张彩蝶 看着张彩蝶一脸奸笑的样子 瞬间明白了 在1993年 万元户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虽然说现在江城万户不少 甚至有两位已经身价到达了十万 但是像陈阳这样的家庭 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一点张彩蝶非常清楚 彩礼不退 外加一万元 这就是分明为难我 他这是王八吃衬妥 铁了心让我做接盘侠 上一世 唐丽娜嫁给自己 八个月就生了 自己当时也不是没有怀疑 可能是唐丽娜工作太累的原因导致的早产 所以就糊弄过去吧 如果按照时间推算 唐丽娜现在应该已经有了 哼 像自己要天价彩礼 顺手把唐丽娜这个麻烦推给我 既挣了钱 又解决了问题 真是一手好算盘 想到这里 陈阳拍了拍方子威 示意她准备离开 随后说道 钱 我们家是一份都不会给的 陈阳扫视了下众人 缓缓开口 语气坚定 我今天是来通知你们的 不是和你们商量的 三天后 我希望你们家把彩礼退回来 如果我看不到彩礼 别怪我陈阳不讲情面 某些人做了什么事 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 别到时候闹起来 毁了自己的名声 说完 陈阳看了唐丽娜一 冷声问道 你说对吗 唐丽娜 话音刚落 唐丽娜瞬间紧张起来 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肚子 颤颤巍巍地问道 陈 陈阳 你这话什么意思 呵呵 耗子未知 紫薇 咱们走 说完话 陈阳拉着方紫薇的手 向外面走去 陈阳 就在陈阳打算离开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张彩蝶的声音 你别忘了 你们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难道你就不怕丢父母的脸吗 陈阳回头看了看 嘴角微笑 冲着张彩蝶摇了摇手 我想 你们是理解错了 我只是不跟你女儿结婚 没说我自己不结婚 张彩蝶和唐丽娜对视了一眼 小兔崽子 你什么意思 陈阳拉起方紫薇的手 向几人展示道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未婚妻 方紫薇 你大爷 小兔崽子 你给我站哪 今天我打折你的腿 随着陈阳最后一句话说出 唐家炸了锅 方紫薇彻底门了 陈阳这句话什么意思 拿自己挡箭 还是 来到巷子头 方紫薇说道 哥 不是让你好好说吗 怎么 方紫薇一边低着头 一边问道 回去再说 陈阳一边低头推自行车 一边回答 哦 方紫薇点点头 随后看向了自己放自行车的地方 瞪大了眼睛 咦 我的自行车呢 这时 陈阳才注意到 刚才方紫薇停车的地方已经空空如影 崭新的自行车已经不见了 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乱 小偷小摸的事情经常发生 偷车的指定是附近的住 陈阳准备将车找回来 这时方紫薇劝道 哥 你刚在唐丽娜家闹完 万一碰到他哥 咋办 唐丽娜那个混蛋哥哥 方紫薇提起来就害怕 咱们先走 一辆自行车而已 不行 再让我妈买辆新的 方紫薇提一道 这丫头还真是大货 自行车说买就买 不过这也不奇怪 毕竟你他家是干部子弟 家里也确实不缺这点钱 陈阳想了一下 如果碰到唐丽娜哥哥 动起手来 方紫薇在旁边太危险 这样 陈阳将自己的自行车 推到方紫薇的面前说道 你骑车先走 在大道的第一个路口等我 不行 你自己不是更危险了 没事 我就在附近转流一圈 能找到更好 要是找不到 我就过去找你 方紫薇犹豫了一下 说道 哥 那你一定要躲着点唐大虎 听见没有 陈阳点点头 送走方紫薇后 他开始在这里转悠起来 心想 难道要一家一户的找吗 转悠了一会儿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担心方紫薇等着急 于是准备转身就走了 刚走了一会儿 就看到几人骑着自行车走了过来 还发出爽朗的笑声 当陈阳寻找之时 却意外碰到唐丽娜的混蛋哥哥 唐大虎 妹夫 你咋来了 唐大虎将自行车停稳 笑着向陈阳问道 看向唐大虎那热情的镜头 估计还没回家 还不知道自己退婚的事 要不然肯定用拳头招呼自己了 再看向唐大虎推的自行车 正是方紫薇的那台 这不是巧了吗 大舅哥 这不是要跟你妹妹结婚了吗 过来送点东西 陈阳嘴角冷笑着 直接走到了唐大虎的面前 眼睛一直盯着自行车 唐大虎闻言 笑着向身后的小弟招呼着 来来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妹夫 人家可是电子局 供销处处长的儿子 要是放在几年前 你们家买个电视 收音机都得看人家脸色 随后唐大虎要舞扬威地 继续说道 虽然说他现在不行了 跟咱们一样 挺心留职了 但是他以后是我唐大虎的妹夫 月后见面都客气点 知道不 几名小弟高声喊着知道了 陈阳看着唐大虎的自禁 就气不打一处来 什么叫我现在不行了 老子50岁的时候 去歌厅都要俩个 陈阳抬头冲着唐大虎笑了一下 大舅哥 你就别损我了 你这车真不错 陈阳知道和这群家伙打交道 讲道理肯定不行 更何况唐大虎人高马大的 又是工人出身 单挑肯定占不到便宜 再加上身后还有三四个帮手 看来只能智取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唐大虎撇着嘴 用手拍着车说道 底下的小兄弟 今天刚弄来的 说是孝敬我了 以后唐瓷场这一块的 遇事你就提我 保准好使 陈阳点点头 可这是女士车呀 你个大老爷们骑着 也不怕人笑话你 我不骑 唐大虎将手搭在陈阳的肩膀上 一脸得意地说道 给你未来的嫂子 这彩店 洗衣机 冰箱你都给我准备好了 自行车我自己解决就行 你大爷的 行 大舅哥 你是真疼嫂子啊 这家伙肌肉真结实 还好没有动手 下午我没事 整两口去 陈阳看着唐大虎问道 行啊 陈阳一句话 直接勾起了唐大虎的蝉丑 妹夫主动请自己喝酒 那必须得去啊 唐大虎将自行车推给小弟 送到我家去 陈阳连忙拉住唐大虎 心想这家伙要是回去了 那不就落线了 连忙说道 大舅哥 看不起我是吗 你妹夫能插这口吃的 唐大虎身边的小弟看着陈阳 心里暗暗想着 这干部子弟就是不一样 都停心留职了 出手还这么大方 讲教 说着几人就朝着饭店走去 饭店里的人很少 陈阳特意找到靠里面的位置坐下 老板娘 溜肉断 锅包肉 甘炸里脊 再来只烧鸡 陈阳朝着老板娘喊道 再随便弄两个素菜 我了个天爷 别说吃了 几个小弟口水都下来了 五哥这妹夫都里真补吧 拿五哥花园村口呗 唐大虎补充道 陈阳拉了一下唐大虎 大舅哥 大热天的喝什么白的 随后喊道 老板娘 来十瓶凉啤酒 先上啤酒 凉啤酒 唐大虎等人喉咙动了一下 大夏天要是能整瓶凉啤酒 那才是真的过瘾吗 可是这年头凉啤酒 可比散白贵多了 平日里这些小青年 都是喝散白 今天唐大虎 还特意要了花园村的口碑 绝对已经够好了 没想到陈阳张口 就是十瓶凉啤 初次见面 我先敬个几个一杯 凉啤上来 陈阳倒了一杯酒 向几人说道 我干了 说完 陈阳一仰头一杯酒就下去了 一杯两酒下肚 陈阳跟唐大虎 有一嘴没一嘴地聊着 突然 陈阳捂着肚子 大舅哥 快让我出去 我驾不住了 唐大虎冷笑一声 你这是狗肚子啊 快去快回 等你喝酒的 陈阳弯着腰 捂着肚子往外跑 你们先喝着 等我回来再追 简易的小饭店 室内根本没有卫生间 出了饭店门口 陈阳推着方子威的自行车骂道 傻逼 很快二十分钟过去吧 唐大虎在饭店大口大口地吃着肉 喝着酒 一名小弟觉得不对劲了 大虎哥 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妹夫不会跑了吧 唐大虎脸上毫不在意 撇嘴说道 靠 他敢跑 下次见到他 老子把他的坤坤捏碎 大虎哥 你把他坤坤捏碎 你没咋办 几人纷纷笑起来 唐大虎也跟着笑 随后指着一个小弟 你去茅房看看 这小子别掉茅房里了 小弟对唐大虎的话言听计从 直接走了出去 差不多两分钟过后 小弟慌张跑回来 大哥 茅房一个人都没有 还有 唐大虎听到这里 眉毛瞬间燃了起来 他没想到 我竟然敢骗自己 还有啥 你赶紧说 你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陈阳 我操你大爷 快走 紫薇 陈阳见到方紫薇 车都没停 示意方紫薇跟上自己 一路上 陈阳向方紫薇讲述了过程 哥 你好聪明 方紫薇一副小迷妹的样子 看着陈阳 走了一会 两人已经口干舌燥 陈阳看到路边有一个卖汽水的小滩 急忙停下来 老板 来两瓶汽水 一瓶凉的 一瓶常温的 陈阳将常温的汽水递给方紫薇 方紫薇脸上泛起红韵 哥 你 你怎么知道我喝不了凉的 我猜的 放心 我懂逼 重生归来的陈阳 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愣头小子了 在家上厕所时看到的东西 当时就明白是什么了 随后方紫薇说道 哥 让你和人家好好谈 你进门就退婚 而且还拿我挡箭 回头 我怎么和唐丽娜见面 我可没拿你挡箭 我说真的 哥 你别闹 方紫薇低着头 闲着有点扭腻 这时 陈阳拉过方紫薇的手 声音轻柔说道 紫薇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喜欢我吗 我从高中就喜欢你了 哥 其实我们小时候 我就对你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直到长大后才明白这些事 说完 方紫薇低下了头 所以 我们不要再错过了 陈阳笑盈盈的看着方紫薇 紫薇 做我老婆 紫薇 做我老婆吧 此话一出 方紫薇更加害羞了 哥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学好 太坏了 哼 紫薇 我是认真的 你记得高三时 你向我借数学练习册 里面有一张粉色的信纸 难道你忘了写的是什么吗 哥 你 方紫薇猛地抬起头看向陈阳 随后说道 原来你当时看到了信 那怎么 没 陈阳叹了一口气 说道 那个时候 你父母已经是干部人员了 我知道当时我家的情况 配不上你 但是 现在我想通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你 因为我们关系太好 我也一直不敢开口 毕竟我们太了解对方了 就像亲兄妹一样 方紫薇有些遗憾地说道 唉 后来 你说你要追唐丽娜 我 我那才给你写了信 所以 紫薇 这一次我们不要再错过了 你说呢 方紫薇没有回复陈阳 而是岔开话题 说道 你还是 把唐丽娜那关过了再说吧 唐丽娜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 方紫薇白了一眼陈阳 哼 随后说道 哥 难道你觉得他们家能就这么完事了吗 你太不了解唐丽娜一家人了 陈阳反倒是一脸自信地说道 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随后 陈阳两人来到了一个救货市场 现在正是中午 这个时间市场上的人还是挺多的 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想给我买东西 我可不要 说完 方紫薇生气地跺了一下脚 这丫头哪都好 就是有点洁癖 我以后可是要指望这个发家的 得让他了解其中的好处 好让他早点习惯 不然结婚以后咋办 别急 今天 哥让你见见世面 陈阳还没说完 方紫薇抢先说道 哥 要不然我让我爸给你安排个工作吧 你说你总不能整天这样该溜子吧 这丫头还没过门呢 就开始为自己铺路了 只不过 现在的年代 绝对是简陋最好的机会 我上一世是古董记的大王 这一世完全可以凭借这个行业混得风生谁起 那可不行 如果我现在就依靠我老丈人 那等我们结婚后 岂不是被别人说我陈阳吃软饭吗 嗯 方紫薇愣了一下 谁说的要嫁给你 别做梦了 哼 说完 方紫薇羞涩地低下了头 走 待你见见世面 在这满是黄金的时候 还愁没钱赚 陈阳指着救货市场 这时方紫薇笑着说道 哥 黄金我没见到 倒是先见到了一拖大便 陈阳心想 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对人了 等等 那个 难道是 陈阳也没有过多警示 静止走向一个摊位前 停在了那里 直接每个摊位前 都摆放着很多小玩意儿 这下方紫薇也好奇了 不会吧 难道真的有黄金吗 此时 陈阳目光正盯着一个小木盒子 看了起来 从雕工来看 这应该是明代的 因为清代喜欢满宫雕花 明代则喜欢肃静典雅 而眼前的盒子整体 几乎以素面为主 说明这个盒子应该是 明代的小叶子弹 摊主是一个老大爷 见陈阳有兴趣 连忙起身 一脸产味地说道 小伙子好眼力啊 这可是我老婆子的陪嫁 而且还是我丈母娘的陪嫁呢 这可是从上面传下来的 见陈阳没说话 大爷问道 小伙子 怎么样 喜欢吗 嗯 大爷 您这盒子怎么卖的 见陈阳有兴趣 大爷连忙说道 小伙子 看你诚心想要这个东西 而且 还是陪我老婆一辈子的物件 你要是看上了 二十块拿走 陈阳一听这大爷要价这么高 起身就要走 那算了 我再到别处看看 看着陈阳准备离开 大爷连忙叫肿 小伙子 你要是真想要 十五块拿走 这可是最低价了 毕竟这是陪我老婆 几十年的东西 大爷 你这个价格给的太高了 我就是给我媳妇买来让他平时放些小东西的 我就算是买个新的才多少钱 还是算了吧 这样吧 小伙子 你出个价格 合适你就拿走 三块 不能再多了 大爷 再添两块你拿走 大爷将盒子递给陈阳 喊道 再添两块你拿走 才五块钱 就拿下上等的小叶子弹 真便宜啊 陈阳一脸兴奋的看着自己手上的盒子 就差亲上去了 这种品质的小叶子弹 要是放在2000年以后 没有四五十万根本买不下来 只可惜在眼下的年代 最高也就买个千八百块 不过这也挺好了 这不比上班强 方子威健壮 连忙说道 哥 你为啥要买这盒子 我说过了 这太土了 我才不要 这么破旧 一看就是别人用过的 陈阳笑着看向方子威 送你 想都别想 走 跟着哥 今天让你开开眼界 江城的古董店铺不少 陈阳对其中一家记忆比较深刻 那就是实力雄厚的建武轩 陈阳两人进去后 只见一名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小兄弟 你有东西要出手 陈阳点点头 说道 家里有个老物件 老板掌柜的掌掌眼 小兄弟客气了 我免贵姓宋 叫我宋老板就好 不知小兄弟想出手什么物件 陈阳将盒子递给宋老板 必是让宋老板看下这个小叶子弹 宋老板接过盒子 仔细打量起来 盒子纹理交错 密度之底都不会出错 入手油滑顺手 保存的也极为完整 如果不错的话 这应该是小叶子弹 不一会儿 宋老板将东西放在了桌面上 冲着陈阳微笑一下 这位小哥 东西是挺不错的 小叶子弹 加上您这东西是清末的 所以价格我不会给太高 随后宋老板继续说道 小兄弟 我给你个十在价 两百元怎么样 听到这个价格后 方子卫暗暗吃惊 什么 两百元 五块钱在破旧市场买的一个破盒子 在这里一转手 价格就涨了四十倍 陈阳听完宋老板说完 嘴角微微一笑 这家伙给出的价格 对于不懂古董的人来说 可能直接成交了 他还在年代上撒谎 呵呵 不要忘记 自己上一世可是行业内的老油条了 这样的小鸡俩可套不住自己 既然宋老板开出这个价格 那老弟我就去其他地方看看 说完 陈阳转身就要走 宋老板听完 心中微微吃惊 于是拦住陈阳 小兄弟 若是宋某人看走眼了 或是有说错的地方 还烦请小兄弟指教一二 东西确实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自己一上手就看上了 而且如果是普通人 这个价格当场就会出了 想到这里 宋老板看向陈阳 显然眼前这个年轻人可能不是一般人 但不知道对方真懂还是假懂 所以才会想到了这个办法 自己倒要看看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到底有什么本事 陈阳淡然一笑 宋老板客气了 小弟才疏学浅 案里不应该多嘴 既然宋老板开口了 那我就说上两句 小弟才疏学浅 既然宋老板开口了 那我就说下自己的见解 陈阳拿起小叶子坛 缓缓说道 按照宋老板所说 这小叶子坛是清末的 可是据我所知 清代喜欢满宫雕文 而明代则喜欢肃静典雅 这个盒子是以宿面为主 所以这应该是明代的 再怎么着 也是明晚期的 最后宋老板说得极对 现在的子坛行情并不算太好 但一款明代的小叶子坛盒子 包姜油性 入手润而不腻 光泽细腻 上等的老料祭品 所以宋老板 您还觉得二百块钱的价格 能配得上他吗 宋老板听完 心中安静 此人年纪轻轻 能有如此见识 着实让人吃惊 如果这是他家的老吴贱 那这人的家庭情况不简单 只不过看穿着分析 还真看不出来 小兄弟说得不错 这么年轻就能有如此见识 真是不简单 还望小兄弟莫怪 这件事是老哥哥我疼吐了 这样吧 小兄弟 东西我确实看上了 你开个叫 听到这里 陈阳也放下心来 既然宋老板都这样说了 相信我出的价格 也是比较合理的 小兄弟 请说 一千块 宋老板微微一挣 好家伙 这个价格给的可真狠 如果说不挣钱 那是假的 但是跟简陋比起来 可损失了不少 这小子要么就是行里人 要么就是有高人指点 宋老板琢磨了一下 摇了摇头说道 小兄弟 不瞒你说 这个价格有些高 这样吧 我出个价 如果小兄弟感觉合适 东西我留下 如果不合适 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看 八百块如何 成交 此时方子薇已经愣住了 什么什么 这怎么可能 随便在破旧市场买的一个盒子 竟然赚了这么多 两人交谈一会后 陈阳注意到一旁的方子薇 只见方子薇满脸吃惊的样子 也不奇怪 毕竟这些钱在陈阳眼里不算什么钱 陈阳叫了方子薇一下 子薇 我们该走了 宋老板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好的 小兄弟 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直接给我 老哥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好的 出了门后 方子薇满脸兴奋的看着陈阳说道 哥 我是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这本事 我们赶紧把刚才那大业的东西都买回来 陈阳笑着跟方子薇说道 你以为古董是萝卜白菜啊 这东西可遇不可求 刚才整个救货市场 就这个盒子之前 哦 哥 那什么样的才算是古董呢 以后我帮你注意点 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老的 旧的 眼看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两人回到家属院门前 陈阳抽出四张票票 你不是 一直想要个小锁的随身厅吗 哥给你赞助 方子薇将陈阳的手推了回去 说道 拉倒吧 哥 你家刚给了唐丽娜彩礼 家里一定很缺钱 你把这个钱拿回去给罗姨 别让他们说你有手好闲 这丫头真懂事啊 真后悔当初为什么非追唐丽娜 放着这么好的姑娘不要 不是神经兵吗 我已经退婚了 到时候 把彩礼和东西要回来不就行了 陈阳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要回来 哥 进了他家的东西 你要是能拿回来 我跟你姓 耗子进他家 还得留下一把米呢 回到家后 只见陈国华和罗云焦急的在客厅等待 见陈阳回来 罗云连忙询问 谈得怎么样了 都谈好了 咋谈的 我退婚了 听说陈阳退婚了 罗云拿起家伙 就想往陈阳身上打 你这孩子 早知道我就不该让你去 现在好了 彩礼都给过了 你咋能退婚呢 我咋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啊 妈 妈 你别生气 我总不可能因我自己的婚事 把你老两口赶出去吧 再说了 这婚都退了 彩礼之间 要回来不就得了 这时 陈国华冷哼一声 说道 在咱们江城有个规矩 女方主动退婚 彩礼是可以退的 如果是男方主动退婚 那这彩礼人家是不退的 啥 还有这规矩 自己还真不知道 即便这样 反正我也有把握 让唐家将彩礼退回来 陈阳刚想开口说话 父亲继续说道 本来我跟你妈商量了 实在不行 我们就去你爷爷的那个平房 反正那边也一直没人住 果然 这件事和之前发生的一样 不行 既然老天给了我一次宠爱的机会 就不能让悲剧重演 爸 那平房还能住人吗 里面要啥没啥 冬天烧炉子 夏天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我能让你们去遭罪吗 听儿子这么说 陈国华和罗云叹了一口气 毕竟儿子也是孝顺的 也没多说什么 见此 陈阳语气坚定说道 爸 妈 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将彩礼要回来 我的好大 就算你能把彩礼要回来 我们也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了 离你结婚还有两个月左右 现在你让我们再去通知 难道这婚不结了 罗云说到这 转头看向陈国华 他爸 不行 我们明天买点礼品 去趟唐家 再商量商量 陈阳听到这 也是急了 连忙说道 妈 你们不能去 今天我刚说完退婚 明天你们去了 那他们家就更加过分了 那还能怎么办 这是 父亲陈国华缓缓说道 杨阳今天提出了退婚 现在他们家比我们家着急 咱们就等 等他们来主动找我们 要么他们家收回条件 要么就退婚 孩子的话不作数 他们家大人要是说退婚 那可就是他们家提出退婚了 这样的话 彩礼最次也能拿回一半 听完陈国华的分析 陈阳惊呆了 还是父亲脑子转得快 瞬间将不利转为有利 罗云听完想了想 行 那就等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 陈阳说道 爸 妈 其实这件事也不是很难解决 我不是不想结婚 只是不想跟唐丽娜结婚 陈国华和罗云顿时一愣 随后陈国华问道 什么办法 换个新娘就好了 爸 妈 我想娶方子卫 陈阳提出想换新娘 遭到母亲一顿输出 你个小兔崽子 这些都不说 你整天游手好闲的想啥呢 赖蛤蟆做梦骑青蛙 想得美丸的花 这时 父亲陈国华听到陈阳的话 倒是有几分高兴 语气平和的问道 儿子 你怎么有这种想法的 其实 我一直都挺喜欢方子卫 只是 我们两个太熟悉了 不太好下手 还下手 你还想货货几个 人家方子卫什么家庭 什么身份 再看看你 人家凭什么把姑娘嫁给你 我今天跟方子卫提过 他不反对 再说了 方子卫在高中时 心里就有我了 陈阳说完 陈国华得意笑了起来 看得出来陈国华是没有生气的 这是罗云喊道 那也不行 人家父母也不能同意 咱们这两家一对比 你这不成了吃软饭的了 话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 是那边姑娘嫁过来 又不是阳阳去到插门 陈阳听完一愣 父亲居然有点支持自己的意思 随后陈国华问他 阳阳 我问你 你是不是为了面子 才决定娶得方子卫 不是的吧 我是真心喜欢方子卫 那不就得了 自由恋爱 怎么就不行 那领导家的孩子就多长了一张嘴吗 陈阳听到父亲的话后 心里顿时舒服了不少 第二天 唐大虎回家后 这才知道陈阳是来退婚的 顺带着还坑了自己 当时就想带人去陈阳家 却被张彩蝶拦住了 大虎 先别去 这是咱们家得好好想想 随后 张彩蝶朝着唐剑问道 还他爹 你觉得陈阳家为什么退婚 那是人家的房子 当然要让自己的父母住了 你也是 为啥突然想起家这个条件 张彩蝶白了一眼唐剑 懒哼道 哼 你说为啥 还不是因为你没能耐 咱们家这个破坪房子都多少年了 上个厕所都动屁股 顾头不顾定的 陈阳家那可是楼房 你住着不舒服 好事好 让你这么一搅和 姑娘婚事都毁了 你还住个啥 听到这里 唐大虎着急了 我可不管别的 这才礼盒东西说好给我结婚用的 到时候你可别耽误我结婚 唐琳娜站在旁边心中不由的一两 父母和哥哥从来都不为自己着想 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 要我说 就暂时收回条件 先把婚结了 到时候找机会住进去 直接不走了 你猪脑子吗 我们不但不能收回 我们还得再提条件 唐剑听完 惊呼道 啥 你疯了 你想想 彩礼已经给了咱家了 他们陈家能退婚吗 就算他想退 我们家能给他退彩礼吗 张彩蝶笑着 对着唐大虎说道 大虎 明天带着你妹妹 就去陈阳家冒 冒得越大越好 知道不 唐大虎一听 差点给他乐过去 信心十足说道 妈 你放心 明天我带着妹妹去 带几个兄弟 搅得他家几犬不明 我给你们说 这次要冒好了 咱们还能再炸出点钱来 这时 刚才一言不发的唐琳娜 在旁边说道 对 你去陈阳家闹 我去方子薇家闹 绝不能给陈阳留后路 听唐丽娜这么说 张彩蝶瞬间正主 急忙向姑娘说 姑娘 这可不行 方子薇家是干部子弟 闹不得 唐剑健壮 也是怕得罪干部家庭 敢忙开口说道 就是 再说了 我看陈阳今天说的也就是气话 他还能真的跟方子薇结婚 也就是气气你罢了 唐丽那面无表情 眼神冰冷 闪烁着点点寒光 语气平静 哼 越是干部子弟家 越怕有人去闹 如果去他家一闹 就算陈阳想娶方子薇 到时 估计方子薇家也不会同意 唐大虎看着自己的妹妹 有些疑惑地问道 喂 你和方子薇不是闺蜜吗 你们关系一直不错啊 从他安排我到亚马场 做工人的身后 我们就不再是闺蜜了 说完 两人决定 分头行动 一个去陈阳家 一个去方子薇医院 不一会儿 陈阳家中传出敲门声 开门一看 他知道唐丽娜会来闹事 却没想到来人竟是唐大虎 陈阳 我特么给你脸了是吧 你说退婚就退婚 让我妹妹当什么了 白陪你两年 唐大虎 你特么别满嘴喷香 什么叫白陪我两年 你把话说清楚 这时 陈阳父母在屋内听到动静 也走了出来 孩子 别急 有事进屋说 说着 陈阳母亲伸手去拉唐大虎进屋 唐大虎顺势把罗云推倒在地 滚开 老子有你讲心心 老伴 陈阳健壮 瞪着眼睛看向唐大虎 唐大虎 老子特么惊天动敢你 陈阳顺手拿出厕所的拖 直接往唐大虎身上戳去 陈阳想着找个宽广的地方在动手 利用着地形优势 把唐大虎众人打退到了楼梯口 楼梯不宽 只能并肩站两个人 一两分钟后 就将几人打到了楼下 到楼下后 陈阳这时心里也犯起了嘀咕 我靠 草率了 现在没了地形优势 这可咋办 这时 一个年轻人向这边走过来 看到楼道 愣了一下 唐道 别看了 快发信号 布草 大家快来 杨哥被赌了 发信号 从陈阳小时候当孩子王开始 就立下的规矩 不一会儿 只见二三十人把唐大虎围在了中间 柱子 给我把大个子拉出来 狠狠地走 给我狠狠地走 才搞那样的 只听鬼哭狼嚎一阵子过后 柱子就把唐大虎制服了 碎给你的胆子 来这了毒人 你也不打听打听 在这一块里碎干热阳阁 妹夫 我凑了 妹夫 妹夫 你饶我一次吧 别再打了 我凑了 谁特蒙是你妹夫 刚才是哪只手推的我妈 老子今天废了你 柱子 陈阳一声令下 事宜准备动手 庞大虎被柱子狠狠压在身下 丝毫动弹不得 只能哭爹喊娘的求饶 妹夫 我真的错了 下次不敢了 谁特蒙是你妹夫 给我打 陈阳 我妹妹去找方子薇麻烦了 你也不想方子薇出事吧 庞大虎眼看求饶不行 直接甩出了方子薇 陈阳听后 浑身一乱 他没想到 这家人竟然可以不要脸到这种地 唐豆 快去方子薇家看看怎么样了 陈阳 我可没说我没去方子薇家了 真的不行 ט 蚎 cop